非洲国家吃肉要被西方压迫 我们中国人可以安心吃肉 是因为中国很强大 大家好 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西方的双标开始让越来越多的国家无法忍受了 前不久 以波茨瓦那为首的一众非洲国家就宣布 要向德国输送两万头野生大象 并要求这些大象可以在德国自由漫步 如果德国人被这些大象践踏 德国车辆被大象袭击 德国人无法忍受的话 那么非洲人就要问问德国人了 不是说好的要爱护动物吗 这个事情的起因呢 也是因为在俄乌冲突的大背景下 粮食危机席卷了非洲 随着气候变化继续加剧非洲的干旱 数百万人因此面临着饥饿 部分非洲政府呢 已经开始允许人们猎杀犀牛和大象 以缓解饥饿 同时还能减少野生大象和犀牛 对人们造成的袭击事件 结果德国它搁着十万八千里 是一顿指点 来自德国绿党的联邦环境部长 莱姆克 他就表示说德国计划 全面减少受保护物种肉产品的进口 这明显就是针对那些非洲国家 那些非洲国家本身提高生活水平的手段就不多 现在又不允许他们把象牙和肉类高价值的动物产品呢 卖到欧洲 让非洲人的日子过得更苦 所以才有了开头我们所说的 很多非洲国家提议啊 干脆把野生大象都送给德国好了 他们倒要看一看德国人是怎么爱护和保护这些大象的 其实不仅仅是非洲国家 这些年西方国家也没少拿我们中国说事 声称中国人每年吃那么多的肉 十分残忍 这其实就和西方一直要求中国减排是一个逻辑 他们一边对中国14亿人口的吃肉需求视而不见 一边自己没有做出像样的成绩 就喜欢把别人的成绩污蔑称残忍 作为反制 当我们中方开始对来自欧盟国家的猪肉请销展开了审查 却引得欧洲农民一阵哀嚎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此前西方一边屠宰着加醋 把猪肉卖给我们 赚我们的钱 一边还要嘲讽我们 说中国人吃肉太多 很残忍 这就是西方所谓的有爱心吗 这次非洲国家面临的粮食危机 很大程度上就与西方国家所挑起的俄欧冲突 脱不开关系 德国更是支持乌克兰最积极的国家之一 除此之外 把粮食当作武器 也是美国人拿手好戏 像之前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就叫嚣 要从外部给我们中国断粮断油 要饿死我们中国人 除非中国向美国妥协 也就是说啊 西方那群财狼腹豹 一直在残忍着盯着弱者 如果我们要听了他们的话 找了他们的道 到时候 美西方国家开始集体给我们中国断粮 那某些对西方抱有情怀的人 到那时就会明白了 什么才是真正的残忍了 好 本期我们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聊